当地时间21号上午 中国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夫人刘永青 在立马会见了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夫人连芳瑜 胡锦涛表示 连主席是我们的老朋友 今天老朋友再次见面 我感到格外高兴 多年来连主席为连岸关系和平发展进行了不懈努力 做出了积极贡献 我们对此高度评价 胡锦涛指出 当前两岸关系已呈现良好发展局面 前不久 海协会代表团访问台湾 同海机会共同签订了两岸空运海运游政食品安全四项协议 为两岸同胞谋得实质性利益 这次访问的成功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这也表明两岸双方加强交流合作 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胡锦涛强调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正从局部向全球蔓延 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 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 在这个关键时刻 两岸更应该加强沟通 积极推动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努力化挑战为机遇 我们愿意采取实际行动同台湾同胞携起手来共渡难关 胡锦涛强调 希望两岸双方抓住当前难得的历史机遇 多为两岸同胞做实事做好事 切实为两岸同胞谋福祉 为台海地区谋和平 连战对再次从胡锦涛相见感到十分高兴 他表示这次会面象征着两岸关系进一步走向合作和发展 最近海机会和海协会签署的四项协议在台湾受到大多数民众欢迎 两岸关系发展不仅是两岸同胞之福 也为世人所乐见 连战赞成胡锦涛关于两岸加强经济交流合作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看法 表示两岸可以共同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令计划王沪宁参加会见